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一个来干预朕家事的 让他也滚 恳请内官再为臣通报一次 就说臣有要事 务必面见陛下 陛下这会儿正发怒呢 谁敢啊 今日连早朝都停了 我说世忠啊 你还是请回吧 别在这儿跪着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想和你回到原来的样子 只要你现在站起来 回到你的宫里 什么都别说 你就是大卫的皇后 妾子之罪孽深重 不配做异国之后 请陛下饶恕卷成侯吧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清白 如果你们之间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要替他求情 一而再 再而三 从朕做五官中郎将的时候 你就在替他求情 你是为他求情而生的吗 是不是现在 还要为他求情而死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兄弟相残 陛下是因为我才恨他的 我们已经在错误中走过了半生 我不想再误会下去了 朕就是恨他 而且原因很多 恨他与朕争仇 欧却大卫 恨他害死了寻遇催淹 恨他叙旧成性 办事 颠倒错乱 恨他与你惺惺相惜 朕苦求不得的东西 他唾手可得 却毫不珍惜 这还不够吗 可是陛下 你已经成功了 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 陛下 难道就不念一份手足之情吗 兄弟相残 让先帝在天之灵和安 不要再提先帝 先帝 唯一就做过这么一件错事 就是把你 嫁给了我 我才会有今天这一切 朕恨这一切 朕 不想百年之后 在灵亲里与你合葬 我不想与你恩怨相对 生生世世 不得好死 陛下 是不是听信小人的谗言 也认为芮儿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夫妻实际在 你对我 连这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好 既然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用死来证明芮儿的清白 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 我死以后千千万万不要伤害芮儿 要保他平安 善待东乡 善待兄弟 可以吗 回去 我会派人 把药送到你面前 把药送到你面前 你应该可以拒绝 没什么事 我给你 我可以解决你 他们也是 你 那么 的奇妙 你 我可以 没想过 最后一点 再决定 你 快 我可以 我可以 好 曹子环 如果有蓝蛇 我不愿意再见他 不愿意再见 不愿意再见 司马师忠 出事了 出大事了 陛下要刺刺朕夫人 朕就已经送到了夫人的宫中 快 快带我去朕夫人宫中 我们一定要救下王长子 不行啊 你是外官入不了后宫啊 若是王长子亲眼看见母亲在他面前自尽 做出任何对陛下大逆不道之事来 威国的储君 就完了 那只有这一条路了 老奴 给你闯说这生死结枉 走 站起来 给我看 我姐 我姐 爹 爹 中文字幕 李宗盛